現在起訴高宏安的那個檢察官升官啊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啊 也告訴其他檢察官 你只要聽我的話 高宏安你都會升官 鮮明的升官圖啊 現在的問題就是 民進黨不會讓你 民眾黨有喘息的機會 接下來他們一定會提拔你 民眾黨傷勢傷在 沒有同甘共苦 不管高宏安自己要不要退 你應該要相信你的黨員 台灣的司法在經過 差不多會12年啊 已經經過8年的上衝下襲 左撮右揉 之後呢 已經不要談什麼 司法公正 我這樣講 兩件事情嘛 北檢的這個主任 民進黨一直叫他辦高宏安 是啊 沒辦 對啊 那結果就被調走 重點是已經經過了8年 一個一個範例告訴你 不配合 不要說降調啦 但是就把你冷凍 國民黨不分區 吳宗憲是不是 他其實離職之後啊 被從桃園挖到新北之後 他一直沒有怎麼講過去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第一個把 鄭文燦的金主 跟他小內閣裡面的人 直接辦到抓去官的人 是啊 那如果是這樣 正常來講 數攤第一名啊 不是應該有很好的表現 為什麼會被人家挖走 實際上吳宗憲自己有講啊 他說他當時就要辦 那個鄭文燦啊 他那時候說他要去搜索 陶市府 對 然後結果就被上面長官壓下來啊 就不讓他辦啊 他前天后後請了幾次 上面長官就是把他壓住啊 根本不理他啊 那到後來他就心灰意人啊 我們反過來看 現在起訴高宏安的那個檢察官升官啊 升官開心 那個檢察官還明講過啊 他說上面叫我辦 叫我起訴高宏安 嗯 就是這樣子啊 那就很明確啦 原本達成任務嘛 好表現嘛 所以升官 這很合理啊 我老實講 高宏安的有一些東西 當然是有問題的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他罪不致死 講實在話 就是他 他做的那件事情 沒有嚴重到這種地步 然後一下 他用本刑七年的貪污罪去辦他 對啊 那當然 一定會判很重 可是我認為二審會改 因為 他這整個 老實講啦 連 其實檢察官都認為 那個王玉文是沒有貪污意圖 嗯 他沒有 沒有貪污意圖都被 都被判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啊 也告訴其他檢察官 你只要聽我的話 乖乖聽話 乖我叫你搞誰 你就搞誰 搞完你就會升官 鮮明的升官圖啊 以後大家都 照此辦理 但你說這對民眾黨有多傷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那但 現在的問題就是 民進黨不會讓你 民眾黨有喘息的機會 接下來他們一定會提罷名 今天你說民眾黨傷不傷 傷 但是傷不是傷在其他地方 我認為他傷 民眾黨傷是傷在 沒有同甘共苦 我講的直接一點就是這樣子 不管高華恩自己要不要退 身為一個黨 你應該要相信你的黨員 你不要像了嗎 跟我講說鄭文燦怎麼樣啊 馬上停權 誰不知道是嗎 賴清德要逗他 你還跟我講說是因為 我黨道德標準特高 這麼高 有多高 跟山一樣高 跟天一樣高嗎 才不是 是跟賴清德一樣高 所以就這樣子退了 民眾黨的傷是傷在 你沒有盡一切可能支持高華恩 我不管高華恩是不是自己要退 沒有人會在一審的時候 就拋棄你黨的支持者 如果你今天 你派黨派一個殺手 出去殺了人 黨派馬上說跟我沒關係 跟我沒關係 你他媽在開我玩笑是不是 你以後這個幫派要不要繼續進行下去 大家不要看別人 你看 顏寬寒跟他是同時宣布的 國民黨對顏寬寒是怎樣 國民黨是力挺顏寒 大家沒有看到這件事嗎 是啊 政黨政治是幹嘛 就是結黨營私 結黨營私是什麼 沒有叫你貪污犯罪 但是在你出事的時候 你要出來挺自己人